立威来了 大家好 立威来了 这是自己的兄弟 立威 今天立威从好远的地方过来 你知道现在那个邮费多贵吗 是是是 我硬还是要他过来 不接受那个网上众的 不接受 没关系 立威是中英文全通的 两个世界都通的 这个文化也都通 所以你这个名字 中文的话也就是立威 这两个名字吗 我姓蓝 蓝立威 立正的立威风的威 这个中文名我也才知道 很像一个啤酒的名 夏天热吗 蓝立威 廣告来了 马上可以找一个啤酒厂 啤酒厂就马上就可以 带演了 立威呢在我们的这个 华人这个不但 咱先说华人电影圈吧 华人电影圈这边呢 就是说自己也在 也有写剧本 也有拍东西 导演也有 然后还帮着我帮着我们 做了很多这个 英语跟华语之间的交流 很多的东西 因为中英文两方面 他都非常厉害 那先介绍一下 就说你那个 你的经历吧 就说你中英 这两块的经历 你先介绍一下呗 我在纽约出生 然后我其实在台北长大 我纽约出生的时候 因为我爸那时候在纽约读书 所以他 就 没有办法照顾我 所以把我带回 台湾给我 爺爺奶奶 带他 那他跟我 那时候亲生的妈妈 他们就在 纽约了 那我就在台湾长大说服 才会讲国语 所以我第一个母语是 国语 然后我爸 就比较stable了之后 在美国 然后再把我 十年后才把我 接回美国来 所以你十岁的时候 对 对 我好像九岁十岁的时候 才来美国 然后来美国的时候 我爸那时候有 在San Jose有工作 所以我们就先去北加州 对 对 然后再从那边长大 然后我跟纽约 跟加州 back and forth 所以 我两边 bicostal 就一起这样子长大的 所以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你是 纯的那个 布鲁克林 No 我不认识是布鲁克林 所以布鲁克林的朋友们 不认识是布鲁克林的朋友 不是很 那你在纽约去住哪里 住鲁克林 住博士 对 所以 所以我已经 所以我以前问他 他是capital of america 还是那个 spiderman 哈哈哈 spiderman 对对对对 所以 我 就是从一方面 就是 我发现那个 立威啊 对这个非裔的这个文化 嗯 非裔 就是非洲裔的 非洲裔的文化 嗯 嗯 嗯 就是说这个这个 我也 这个这个 呃 怎么说呢 你叫这个就是 非洲 非洲裔 是没错 非裔 但是我们 呃 所以 你能 你能 聊一下这个事吗 嗯 我也不是很清楚欸 可能我很喜欢篮球吧 那我们大家就知道 篮球 NBA里面 都是 African American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的朋友们 在high school 长大的 我天天打球 所以我天天 我的朋友们 都是 African American 我也不是很清楚什么是非洲文化 嗯 或者是什么 都是美国人 black culture 嗯 嗯 嗯 我们都是人吧 嗯 我就是这样子长大了 那就这样子 这就是我 我的body language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以为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 特别喜欢写一些 关于这种 African American 的这个故事 所以我 我以为你是对这个方面 有些比较 多的这个 误解了 误解了 但你说起来 我倒以为是 那个Li Wei 喜欢hiphop 的原因 哦对 这些 那你们有点点 关系吗 就是这样 就至少你喜欢 这方面的音乐 和篮球 你会比我们 对他们 了解得更多一点 嗯 我们再猜 OK 我觉得我也 没办法说 我觉得 hiphop 不是一个东西 我去学 或者我 我去认识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出生长大 就是在我的鞋里面 就是在我的心里面 嗯 所以我在年轻一点的时候 在台湾的时候 也是有写hiphop 写 you know rap music and got involved in 我 really really you know just live that culture 活在那个世界里面 嗯 有一段 有一段日子 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 你看啊 是这样子 那我刚才听你的介绍 你 应该大概其就是 你家里的父母 这方面 应该也没有给你营造一个 就是说 想去做演员 有吗 爸妈超讨厌这件事的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营造一个 就是没有 他没有遗传给你这个 就是做演员的这方面 或者是鼓励你去做演员的这件事 那 你是怎么会 因为你又很特殊 你又 本来我们就是说 华人嘛 本来就是父母 对这个孩子去做演员 这件事就 鼓励的就 不是特别多哈 那 跟美国的文化有比啊 那 你又恰巧在这个两个中间 你有一个跨度 所以你是怎么 选择的 选择这条路的 我特别感兴趣 嗯 I just don't give a fuck I don't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how 人家要我怎么 live my life 人家要我喜欢什么 我要我 爱谁 或者whatever 我从小就有这种 叛逆 可能是叛逆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 我爷爷是 做政府的 官员 然后我姑妈又是老师 然后我 我妈又是数学家 所以你家里的传统啊 非常传统 非常传统 那从我小时候 如果我喜欢 Rap Music 或者打篮球啊 我妈是非常反对 非常反对 我每一次只要听 Tupac 或是 Biggie Smalls 或 any type of music 我妈会 她会把我的CD 折破 所以你这种转变是 是来美国以后转变的 还是因为你觉得 你是因为在美国出生 所以你有带有这种血脉 好问题 好问题 我也不是很确定 我觉得如果我在台湾长大的话 或是我在北京长大的 我还是会喜欢Hip Hop 所以这是就是因为你的 你出生在美国 你就感觉你带了这种血脉 有这种感觉 很关键一点 她带有这个 但是又没有被父母啊 周围所压制 有 我爸妈 有 但是她还是突破了 还是突破了 或者说坚持了嘛 就坚持 可能不能说突破 只是坚持 我们这么讲 可能是有这种原因 也许是你感觉不到的 我们这么讲 因为 基本上我的小孩 就是我的小孩 跟你现在这个状态 就蛮像的 你知道吗 她也是美国出生 然后我现在 有人把她送回国 去接受一些教 我感觉是这样的 像上次你说的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也许你感觉不到 但是 即使你是在 比如说你在台湾长大的 但周围的人对待你 可能会跟 当地的小孩会不一样 他会觉得 你起码是在美国出生的 对 所以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 这种态度 对你 所以你会去更 更有机会去 比如说 甚至你家人 比如说你爷爷奶奶 他可能对 他其他的孙子 或者什么 可能跟对你 会有一样的态度 因为他会知道 你将来 什么都会回美国 所以 你会有更 开阔的这种文化的 这种 是 有有有有 对 你说的是对的 我从小 因为我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爷爷奶奶 都是一直在说 我eventually 要回美国 所以我在学校也是 就是 那个立威 他 不会图三年级 是 黄老师的饼班 还是什么 饼班应该就不是 所以不会太 要求你太多 老师会不会说 你英文都不好 老师说 你为什么英文不好 那时候 完全不会讲 我说 这个怎么讲 我也不会啊 对啊 你这样子 那你到美国去 怎么生存 对 很有意思 那个时候 对 我小孩也遇到这个问题 但我小孩是这样的 我小孩 他长得更大 对 差不多12岁回大陆去念书 12岁之前在美国 一直在美国念 所以他回去以后 遇到的一个问题是 上英文课的时候 OK 你知道上英文课的时候 挑战英文老师 不是挑战英文老师 不用挑战就是 因为他这个课必须得有 就是说你必须得有英文课 那老师就很麻烦 就不知道教什么 因为他一个班里 他就是他回国以后 那个国际班嘛 他不是光有美国来的 或者加拿大来的 还有日本来的 韩国来的 他们的英文不一定那么好 所以 那老师就不知道怎么教 嗯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 老师教完以后 老师考的那个题 然后我小孩就会说 他为什么考这个 他为什么要考这个 他为什么要考 要这个地方 要考 放不放 本来就知道 对对对对 为什么要考这些方面 这些都不是我们平常会 可是他为什么要回 回国去上英文课 他不是 他不是主要上英文课 但是他在科目里 都必须得有这个 因为别的同学还 还有其他国家来的同学嘛 那人家要学英文 这个是插曲 但是我觉得这个共同点就是说 你会体会到一个文化上的差异 然后你会对这个感受特别深 嗯对对 我会我会 所以那这个东西体现在 你现在就是说 呃我们刚才也聊了 就是说你你会自己去选择 就是你血脉里会有这种表演欲 或这种音乐的感觉 嗯那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嗯就这种差异性 嗯就是你从 你究竟受过十年的中国 就是华人的传统思维教育 然后你又到美国来 介绍美国的这个文化 然后你最后又又选择了这个电影这个行业 所以你的这种 呃对不起我说的是不是稍微快一点 没没没 还可以了 所以你对这种 呃你在你的想做的电影里 或者是你想啊 从事的这个表演 嗯 你想体现出的反差是什么 嗯 呀我觉得是very good question 我觉得嗯这样好 我这样的讲好 成为我 作为一个演员 嗯在美国 尤其是在洛杉矶 嗯或者是纽约尔 反正美国的剧本里面 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 是有一种stereotype 嗯对不对 那我们亚洲演员 我们被带进去的时候 带进 they bring you in 试镜的时候 他给你的剧本 跟他们想要看到的这个亚洲人 跟着他们讲话的方法 body language everything 他们在头脑里面已经有一种 模式 对模式 先情印象 就是前期他学生的印象 所以至少是现在了 以后可能会改变 不过现在 我觉得 either你是非常中国人 然后英文讲的不是很清楚 但中文非常非常好 这种亚洲人 他们就非常接受 或是你是 这种他非常接受吗 yes 因为他们在剧本里面 在看电视剧 他就这么想像 老远的东方 对对 老远东方过来的 或者说你英文即时好 你能装出口音来也可以 是这样的 对也可以 可是你不能像美国人一样 ABC 他反而不喜欢 反而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 没有人喜欢不喜欢 是剧本里面 没有这样写 这一个 他其实没有设定这样的角色 对 因为他们 他在故事里面 没有 没有一个 ABC 或什么 但现在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 越来越多 ABC 或是ABK 或是就是American mode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很少就是像我们 像我这种一般一般的 所以有的时候 at least for me I'm just speaking for myself 有的时候 我会find it kind of hard to figure out 到底你要的是哪一种亚洲人 因为你都可以 都可以转化 对 如果我都可以转化的时候 导演就会觉得 He's not what I'm looking for I want someone who just doesn't speak English or I want someone that's really from Georgia He's not from Georgia 所以你本来是一个优势 就说我两边都可以转化 但在导演那边看呢 就说我要么就这样 要么就那样的 所以说不定我以后的生涯 我以后会有一个part 所以我可以配的 但是我是说现在很多 大多数了 I have a hard time booking jobs I do because of who I am and it's okay It's just you know the part of the journey 但是我觉得 你这样的话 就有个 我觉得目前也是优势的 就是 你再去 audition一个 一个好莱坞的production 可能会是 他有一个 给你想象成是这样 然后你不知道是哪个 但是如果作为你一个 独立创作者的话 你作为你自己来创作的话 对 那你就特别合适 就特别好 因为你两边都知道 当然了 是吧 但是你要创作你自己的东西 你要怎么得到观众的认可 这个就 对我们 我们从这个角度讲 你打个比方说 比如说我是个编剧 比如说比如说 就是 我站在编剧的角度 如果我要写这么一群人 就是我要塑造一个环境的话 那我这里面的角色 我一定要都有 带有自己的特色 你比如说 其实他不一定非得说是 我要一个亚裔演员 他说 我这个角色 他有一定的意大利 比如说意大利背景 意大利人的背景 意大利裔的背景 然后这个有拉丁裔的背景 然后我要一个 有亚裔背景的特色 这样我可以把我的整个的戏 撑起来 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能 这个导演就会说 这个演员他没有我要的 没有鲜明的那个背景 对 甚至 但是我觉得 例如现在的情况就是 可能更符合他那种 就是比如说他去配音那个 南方公园的时候 实际上 没有人去在乎你是什么面孔 看不到 你这个工作 你可以做 任何美国人都 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任何美国人都可以做 他没有分出这个 是 就是你是亚裔 还是还是什么 这个工作 是 那我想你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意思 就是说 我们希望做到一个 如果在一个剧里 这个角色 你没有特定 我只是做一个演员来 跟其他所有演员来 竞争这个角色 而不是说 我非要一个亚裔演员 你会剪接吗 没问题 你不剪 就说吧 没关系 他说的这个问题 说的很长 没有没有没有 你听不懂我 有些东西不敢讲 有些东西不敢讲 那如果不好讲的话 我们可以不用讲 没关系 大家可以理 考虑一下 但我会说 我用英文讲 因为国语可能不知道怎么怎么 express 嗯 嗯 I'm not a great actor I'm a medium medium ok actor I can play me I can play me I can't really play you know Someone I don't know how far I can go We'll find out I'm like an ok actor But If you're saying When When an actor has an opportunity to play a character That's So far away from himself Who has that opportunity So that's what I'm saying I'm saying that Not many actors have that opportunity To have the option of saying You know Like I'm Jerry Leto Or I am You know Matthew McConaughey And go alright I'm gonna take a job Where I play a character That's so far away From who I am I'm gonna I get to have that opportunity I get paid And they fly me out To the set And I fucking play this character That's so far away From who I am Right Not a lot of people Get to do that In their careers And if they do They most likely Wouldn't be in this room With us But for the rest 99% Of actors That are out there We're all fighting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play Something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 see this actor On screen And you have no Fucking idea He's acting Does that make sense? It's like It's like Captain Phillips You ever seen Captain Phillips With Tom Hanks The black The bad guy The I forget It was a Somalian Pirate or something And he's just got This fucking look Where he looks like A skeleton And he comes up to Tom Hanks And he's like Hey I'm the boss I Captain know Right That guy Like He's You have to go for parts Like those Where you Only you Can play that Against Tom Hanks And nobody's gonna question That You know You're acting at that moment And that's really hard to do In this industry It's extremely hard to do that In this industry Because I mean The chances for Asian men Are extremely rare And for an opportunity like that Like in a script In something that's happened in America When What How does an Asian man Fit in? Then you look at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today You see Donald Trump You see Putin You see Ukraine You see the gas prices going fucking crazy You see the NBA You see the NFL You see reality TV shows Where does a Chinese guy fit in all of that? You see? So that's why It's so almost impossible For any actor to really To slice in That tiny little sliver of Fucking hope To get an opportunity But people like Randall Park From Fresh off the boat You know He got a chance Right? You know But I can't name With one hand I can't name more than Like two Ken Jeong I can't understand when you speak. I can't understand what 展示 基数就小 那因为从事这个行业的那个比例 就就少嘛那能选出来的人 那可能就更少关键是这样 我觉得你说的一个是我就特别 我我我理解到就说 同样一个角色 那么我们作为亚裔演员 或者华裔演员 我们怎么能够呃我们不是 说我们现在去 让人家要一个亚华裔演员 那你肯定 那个那个 这个Black 那个I mean African America或者是那种 呃白人他们是没办法跟你竞争的 对吧但是现在有一个演角色是 我们不分人种 我们就要这么一个角色 是吧要这么一个角色 我们什么什么人都可以开放的去演 这种情况下 我们华人是不是有一种 就是我们独特的方式 去把这个用我们的文化背景 或者我们的一种表现方式 把这个角色争取到 I think so 对不对 就是同样 比如说同样面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面对 Tamon Hanks在演戏的时候 那可能就这种 白人人种的人 他是一种表现方式 那我们作为亚裔人中 我们可能会 如果我们能 找出一种 更好的表现方式 来跟他对戏吧 就是能刺激到 他能产生一种 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那导演可能会 对你这种东西 更感兴趣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 去想的 I think so 我觉得为什么当演员 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 你可以演戏的机会非常少 这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在演戏 当演员很难的地方 我觉得是因为 最好 演最好的一场戏 是你真的经历过 这个角色在经历过的事情 So 比如说 如果我们现在 在演这个戏 然后 哈姨哥他演我爸爸 然后 哈姨哥他现在又走了 他要离开这世界 然后 我现在他在他的 Deathbed 那我要跟他聊 这是一场戏 我是随便讲 Right 很好的演员 或是 把这场戏 真的好好的演的话 演员有这个责任 说 叫 真的经历这件事情 Now 我父亲 还在这个世界 This is very good I'm very lucky 但是 我如果 他要真的经历过 他真的要走 然后 If I really experience That situation Then I'm not cheating The audience That's when you're really doing it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 你说 要怎么刺激 我觉得是 You really truly Truly experience That situation But the problem is Even if you Now The problem is going back To the audition part Even if you truly Experience it You did your job As an actor The director might say I don't like the way He's experiencing it Or I don't care If he's there I need something else To experience it So that's why That's the only way I can do it Order導演 Order導演 Order是不是 Order是不是 阿我们说就是说 這個創作者 Yes 就是这部剧的 他可能有他 igner 想象的方向 如果他不够开放的话 他可能就接受不了你这种独特 也许不是你不好 也许你表现 其实有很多人喜欢你 但是作为他是一个主导的创作者 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他就会把你否定 是不是 但是那没办法 这个我觉得就是 这个行业就很大的偶然性 这个没有办法 刚才说到大的话 就是我们的那个角色 我们的份额 我们的机会很小 那另外的话就是导演 他选择也有不同的导演 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 我个人来说 我就觉得就是 还是就是去 去争取你 觉得你能达到的一个部分 包括你说到的经历 这些有没有这些经历 那不太可能说 我要演打仗 我就去打过仗 那那就太难了 但就这个东西就是 也是一种 但你可以去看电影 或者看战争的一些纪录片 你去试着感受 然后最终的话 选择当然 我们去audition 那选择全是在别人身上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立威是这个专业的演员 咱们聊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 在美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讲法 没有 但是在中国的电影学呀 或者什么 一直有这么个聊法 叫表演的三大体系 是吧 你应该知道 这个 你们不知道 like I said just a medium 这一只网里面不是有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那个作者 叫什么来着 比如说体验派 实践派 和这个 还有梅兰芳的这种 这种 sorry 你再慢一点 体验派 实践派 什么是实践 实践就practical 对 就是 它有一种方法是近近视的表演 就是我要演一个戏 我必须得 进入到这个角色 是吧 还有一种就是说 我根据经验去表演 是 那我每次经历 那就是像刚才说的 如果我 我不准没死 那我怎么去演这个戏 是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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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就是 借鉴我以前的经验的情感调动 我去演这个戏 我不一定会得体验这件事 那另外一种表演的 就是说 我要真正体会 就是 即使我父亲没死 我要体会父亲死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梅兰芳的表演体系 就是 它完全是这个 就是 它完全是经验派的 它就是 我每次都这么做 我完全没有 没有内心的这种 那种 那种体现 我就是 我的外在的表现的这种技巧 嗯 呃 这个名 现在这个老年痴呆 这个名字 就在嘴边上想不起来了 但是呢 就是说 呃 我是这么想 这些体系咱都 都放在一边 这个东西 呃 讲起来就有点枯燥 有点那个 呃 好像咱们 咱们聊就有点 那个 宣伴 但我 我有一个看法 特别有意思 我认为表演最精彩的 一次啊 嗯 是在你出错的那一次 嗯 嗯 就是你 如果你玩 如果你这个东西 就是我把这个东西 安排好了 我要怎么表演 我要怎么表演 然后比如说 我给你个角色 你要去怎么表演 我我事先想好了以后 我怎么去弄 怎么能 把每一步都想好 然后你把你每一步 都做到的时候 未必是完美的一次 嗯 而在这个当中 你突然放弃了表演 开始 把自己的那个程序 开始出错了 right 我觉得那个是最最最好的一次 就是真的在experience 这个时候你真的就是 完全融入了这个 这个角色当中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好 最好的一次表演 对 所以 所以 我们也经过一些 这个 经过一些这种 这种 现场的拍摄 这个对演员的状态的观察 嗯 我觉得 我觉得对演员来说 这种 它是需要一种紧张感 嗯 是要有一种紧张感 嗯 就是 呃 如果你太不紧张 我觉得可能会会会 就是说 你这戏太散了 嗯 就没有激情 OK 但是 又不能太紧张 是吧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嗯 就是你在 对表演这方面的 这个理解 你有融合到 就是自己的 这些这些背景 没有 Yeah 嗯 我觉得 嗯 我不知道紧张 或紧不紧张 这一点 我还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觉得 真正的去体验 真的去experience 这件事情 嗯 我跟Hye哥 有一起拍过 那个Stephanie 嗯 嗯 which Stephanie 这部这部片 这个短片 嗯 入取了六个 嗯 很棒 嗯 大家厉害 哎 哎 But 嗯 Stephanie 里面 我记得 我跟那两个演员 嗯 我们在聊的时候 就是Cab演男生嘛 然后那个Bara演他的女朋友 嗯 然后Bara有就好像问我说 哦你要我什么时候哭啊 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开那个点啊 嗯嗯 然后我记得 我就跟他们说 like 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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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 when you're supposed to cry Don't You're supposed to yell Just Just experience like You know Like He's telling you He cheated on you Right Um Like When's the last time someone cheated on you 那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表演这个东西 但我的选择那个时候在倒这一部戏的时候我的选择是告诉他们 你上一次人家给你劈腿的时候你到底是有点确认 Right I'm pretty sure Most of us has been I don't know I don't want to say most But很多 Many of us You'll be cheated on Right And some of us maybe cheated on other people Maybe Um But it's just life experience But what What was your thought What was your feeling At the time When someone told you That They cheated on you What was that feeling like And then And then now Kev And then I toldBara Just look at Kev Just pretend Not pretend But you really really are dating him You love him And now he's telling you He cheated on you Alright And then I told her Just go And eat something Just hang out Do whatever Now I set out the lights We did everything Right And then she came back And I just told her Just forget it Ting Li Wei叔叔说 要小心你跟谁合作 因为有些人做一做就不想做了 有一些人做一做 或者是为了一些不好的原因 去做一些事情 这些我都经历过 我只是想说 你做这一行 你一定要非常知道说 你到底真不真的爱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不会love you back 我这么讲 我觉得做这一行很少有不爱的 但是问题这个爱的程度 你听我说 我看过很多 你听我说 我说的演员 演员这个行业 很少有不爱的 只是说这个爱 爱的程度不一样 这个爱被消磨掉了 时间久了也会被消磨掉了 那上面你爱的不够 我看过 我看过很多演员 非常的成功 非常成功 一直接到工作 现在也很红 没有那么喜欢 对因为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跟你那种服务是有区别的 是吗 他是一种职业的工作 OK 马上镜头 action 对这个就是我说的问题 有很多成功的演员 我不是说成功的演员 就是可能是已经上线的演员 他的问题是说 他现在再去演戏的时候 他已经不需要那种激情了 他的技巧很高 他不需要那种激情 我随时让你 我随时让你出来一个状态 他马上就能拿出来 那也有一些演员根本就不会演 但是人家就早上演 对 也有 这个导演有各种各种情况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人走得远 像我们说Megan Fox 他演的什么 Transformers 然后现在还演一大堆东西 他就是很漂亮 You know Megan Fox 很多人 或者男生有很帅的 然后演一大堆东西 But they're just like whatever Don't really want to be here But they're just doing it for the money 都有 我的意思是说 都有 但是我觉得你 你当一个演员 你刚才说的是那些能赚 我们说的领域不太一样 你刚才说那些东西 因为他有大大量的金钱 在那摆着 这个没有人不爱 咱说没有不爱钱 但是没有人不爱钱的 对不对 我现在是说 处在我们这个阶段的这些 就是还在做独立电影 和我们这个短片的这些 这些演员们 那你说他们在从事 比如说我当这个演员 我觉得可以说是没有不喜欢的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经济的 因为他 对不对 也不是靠这个得到 对 OK 那我们两个在讲 对对对对 那我说的是这部分演员 金钱上面的 对 那这部分演员的话 就出现一个情况 他演过 过多角色以后 他会把他的激情磨掉 嗯 就是就像你是什么情况呢 你是说 我有激情 嗯 然后我看到了这个圈子的现实 嗯 然后我知道怎么去表现 但我仍然 就是在经历这么多以后 我仍然保有我的激情 嗯 去演戏 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需要的 而不是那种 我都演了这么多戏的 那 那OK 你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戏 让我演戏女 嗯 我是这样演的 明天上有一个戏 我还这么演 嗯 我不去管这两个戏女 是 背景有什么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个就是演技的一种效果 我同意 这我同意 对我非常同意 关于这个就是 电影这个 你的事业 你的定位 目前的状况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是我 在我身上来去 做一个比较 是不是 相近 因为我岁数比你还大 所以我一样 那我岁数比你还大 哈哈哈 我岁数也不想 行 哈哈哈 有这么比的吗 有大小 你赢了 对 就是我 我到这个阶段吧 就是我肯定 我也没有很大的 这种就是目标 我不会 去收望 就我拿一个什么奖 或者说我演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 我就会 去 我反正就很 很心 很 就很放松的去演一些小的 project OK 一个是我 我能触手可及 就我能拿到 是吧 另外的话 也比较舒服 然后当然我也希望有一些有挑战的角色 是 然后这样做的话 我还挺投入的 然后另外的话 再讲到更大一方面 就比如说我去制作一些片子 我去produce 或者甚至去合作去做一些片子 我甚至就想过 我就做低成本的 我就不去做大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一个是现实情况上 说我去做大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有机会去做 另外的话 做这个小成本的话 反而我自己更加有这种自由度 我去创作 我会更舒服 我会更开心 就那种热情 这种 passion 我就可以 这样很好 所以我就不知道跟你这个想法 I think that's the best I think that's the best 是不是相近跟你的 Absolutely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所以你的目的更单纯 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 应该就是这样 是不是 而且这种不容易被消磨 因为我就没有说 我拿不到钱啊 我演不到那个片啊 我就不够了 Like I said before 你不能管别人怎么想你 你只能管你自己怎么想你 所以我就刚才说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界段 有很多演员是这样的 他演 比如说 他都是希望说我通过一个短片 如果年轻的演员说 短片慢慢能进到长片 然后进到一个好一点的长片 慢慢我能走到一个 你知道吗 职业的路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他长期待在我们这个圈子的 他的那个激情就会被消磨掉 对对对 因为因为对 所以你刚才提醒 你有看到这些人 我在这边我看的比较少 但是在国内看蛮多的 你像有有的 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 你看我 这边谁啊都有 都有谁 所以我说滚 他得罪人 不 这边也有 也有 那个不 我们那个 其实在这个 也不久 五六年 五六年当中 你会 对会有 一波一波的状态 慢慢就不见了 或者说就是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重要 就是这些年轻 对这些年轻的演员 一定 就是说你要分清楚了 你进这一行 对你是为啥土 你真的要热爱这一行 就是说你要拿出那个死的决心 对 对 之前就像我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你不成魔 这件事是不会成功的 这就是我刚才 在更低微 能够取得一个比较 共同的一个 一个视角 而且什么是成功 在这个 在这行业里面 或是在我们 在做电影 我觉得是达到你内心的一个 对 就只是外在的标准 对 如果是外在 如果是要外在 给你一个成功的 你永远不会快乐 永远都没有 那个成功 你只要达到自己 就这个事情 可能是 要到一定年龙 才能体会到 就是你要得到自己的认可 才叫成功 如果我觉得你现在 是一个演员 然后你觉得你磨了很久 然后没有什么成就 然后你觉得说 哦我不想做了怎么样 我会觉得 我会只想 我会问你就是 那你的时间 都放在什么东西上面 你是整天在网路看Google 一直看我自己 有多红还是不红 还是 我整天在一直要 我一定要得到这个角色 一定要得到这个角色 要不然没办法付房租 我就 我会觉得 嗯 你可能需要把你focus 再放在别 你去谈个恋爱也好 你去 你去成家也好 你去找个工作也好 因为你演戏 你不可以是为了那个 为了得到 而去演 对 但是你说到这些毛病 其实我都有 我也会关注我自己 有没有 就说 包括我这个频道 我现在Google 我现在Google 还有一个 就是 还是会 这些那种初级的东西 你还是 我觉得是人性的 这个弱点要好 优点要好 它就存在了 但只不过你要平衡一下 这个 不要看得太重 有时候 我昨天跟那个 前天跟那个 Nani聊 他就说 他一度就把他那个 那个YouTube的那个APP 给删掉了 因为有这个 我就会去看 会看看我的频道怎么样 那我也是 我做完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 节目做完之后 我就会连续三四天 我都会 要不然我要去修改一些这种title啊 或者改一些啊 什么东西啊 然后看一下有多少人看啊 其实说实话真的会很烦 你会老是 你那个不是比较不一样 因为你是在想要更多观众点到YouTube 其实 一样的 意思是一样的 我跟你正想法 可能这就是我看 可是不能一样 这可能就 对 这可能就是因为我不适合一做演员的一个原因 我 你看我写出来的 我写出来的故事 或者我拍出来的故事 或者我有参与过的东西 我都要克服一道自己心里的障碍 可能得过好几个月 克服掉自己心里的障碍 我才能看 或者我根本就不看 我觉得 我觉得 境界更多 不是境界 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别不好意思 你知道 不好意思 也会有 也会有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幸福那个片的时候 做完之后 那你后期剪辑啊 你交给剪辑师 然后来来回回 你就看过至少是 200遍吧 of course 那你看了之后你就会觉得 哇 就觉得惨不忍睹 这个算了 要不然就 赶快结束了 of course 但是你一旦 有一天 我们把它放在那个大屏幕一看 然后再有 还有几十个观众是吧 他们的反应 完全出乎你的 然后另外你看到大屏幕上看到跟你在电脑上看到 也不一样 对 一下又觉得这一切都是好像值 这个就属于一个创作者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他总会有来来回回来 反复 对对对对 我永远不喜欢我的作品 我 我不是说我不喜欢我合作的人 明白 但我每次解决完之后 我觉得 我说真的 我晚上睡觉会睡不着 因为我会觉得我对不起我的演员 我对不起我的简介事 我对不起我的制作人 真的 我真的 然后我严重到 差不多快十年了 很久以前 我拍了一个 我拍了一个喜剧 我们拍了十集了 花了很多钱 从洛杉矶拍到纽约 然后从纽约又拍回洛杉矶 那钱是花了像如水一样 就自己独立的 对也是对对对 也跟其他人合作 嗯 然后我拍了那个 我真的是 一直剪一直剪 剪到我 就是那种要哭 然后觉得对不起 全部的人 然后 at the end 我把整个show给shut down 真的 我经过这 我把十集全部都shut down 你是怎么shut 是本来 我本来是放在YouTube上面 全部shut down 全部 Facebook 社交媒面 全部都shut down 就严重到这么的 严重 但过了那个经验 很多很多年 takes a lot of years 你再回去看 我再回去看 It's not so bad 也不是那么 对对对对 然后我才有鼓励 我还有勇气 再去说 ok我再去 然后再写 然后写了hike 而且这个时候 很多年 这个时候 你可能有更多的自信 知道自己可以把什么东西做成功 但是拍完hike 我还是觉得我对不起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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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问题是 你这个时候的那个状态 已经跟当初那个状态是不一样 你自己已经提高了一款了 你认识到 我大概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了 对 那我不满意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 还可以再高一步 关键你是这个作品的核心 你是主创 就是你是你的编剧什么 所以你可以否定这些东西 你不会否定别人的工作 哦 true 对 所以你会有点挣扎 如果是完全是你一个人拍的 你就怕 就是delete 就不是说下蛋了 关键的问题是在这 你知道 作为一个创作者 关键的问题是在这 一开始你会对这种自我否定 特别痛苦 是 后来就不过 慢慢就知道 哦原来这是个过程 一定会有这种痛苦的过程 很奇怪的是 很奇怪的是 你经过这全部的痛苦之后 你钱也花框了 你什么都没有 之后至少是我了 我就觉得 OK let's do it again Fuck it Let's do it again 反正我已经很惨了 反正我已经到这种程度 这就是创作者的自我否定 真的很奇怪 很有意思 然后你又开始自我肯定了 但是我挺好 对 但是我重新来说我现在 我觉得就是接纳自己 对 可是这一次我就会觉得 哇更小心 每一次我都会说 更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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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这个就是 下一部片更小心 因为你觉得过去的那个过程是一个tone 你不想要再有这个tone 对 对 然后我会对每一个东西都会非常的 但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你会啊 就是你在经历了很多东西 你在不停的进步创作的过程中 突然有一天你看到你最初的作品 你觉得这个特别珍贵 里面有一些 你特别想体现的东西 现在已经很单纯的东西了 对 哦耶 我到现在都还在听我们以前写的歌 哎 我有个要求啊 我不知道有个请求 不知道 你可以否就拒绝我 我拒绝 我拒绝 你拒绝我还会请求 哈哈哈 你还可以再拒绝 就是我在我们这个视频的结尾 我放你的音乐可以吗 哦耶 什么 因为做得好 对对 因为我觉得做得好 我觉得这个 我相信 因为说实话 我没听过 也许我 这歌不是全部都是我写的 还有我的bandmates 他们超强 我会有credit 他们超强 然后 也许我们这个视频看的人不多 结果这首歌帮我们去带我 对对对对 代回2009年 哈哈哈 今天我们聊的其实特别开心 聊的也比较长 那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怎么好好的介绍 就说我跟立威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下 因为 其实我有看我的视频 如果看过几期视频的话 你有听过他 我有提到过他 就至少有两个视频 三个视频 因为 我记得 你的视频我每个都看 OK 忠实观众 对对对 所以他话 我很早就有提到他 因为 去年 要留言哪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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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默默的留言了 哈哈哈 我又点赖 去年自从认识他之后 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然后 也令到这样一步一步 让我认识了更多的人 我觉得你是一个源头 因为当时我们之前做的一些片子 要不然我自己独立在做 要不然跟别人合作 那别人合作的很多都是学院拍的一种方式 那不是不一样 那 立威当时做一个片子 然后 很巧就找到我 然后帮他casting 也很顺利 他特别快 一个剧本出来 很快就拍完了 我当时没去那个on set 第一个片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片 我没想到 不到两个月 他说我又写了一个剧本 我要拍 OK 我答应 我一定就是 我也帮 现场去帮忙 然后前期我也帮忙 然后就深度合作了 然后跟你认识 然后接着认识了 然后 然后 接着就有后面这些事情 这我有提过 就是因为这个 然后没有再创业 正行就是认识嘛 正行就是人脉嘛 也是一个经历经过 比如说 以前你说你的作品 你会否认它 会把它断掉 对 那之前我也一样 有认识很多人 但是没有这种 进一步的后续 或者connection 那自成 从认识你之后呢 然后到我们去年 过年前吃饭 然后我们也聊得很开心 然后到现在 再我们继续聊 就已经是一个 大概这种情况 就是我认识哈里的情况 如果我们 不认识哈里的话 今天滚哥也不会做到 对 对 对 我觉得是 中间有一段时间 就是 各忙自己的 但是你一回来 不一样 大家都 都进步 有在做做东西 我觉得是 还是回到 原始 the core which is 我们都热爱电影 就是 你热爱电影 还要你愿意 为了电影 而付出很多 这个态度 是让我们 是让我们会 bring together 对 不管是我喜欢 你喜欢 因为如果今天不是电影的话 我跟哈里哥 今天可能就不会 出来这样 因为我也不懂 对 或是Cav 或者我们认识的 我那时候认识你的时候 是有一个 有一个演员 他叫Anthony Yeah Anthony Anthony 他去 谈军了 他是 他去谈军了 OK 跟Anthony 如果你看到视频 我感谢你 希望我也感谢 我们是在on set的时候认识 Anthony 那时候我还是当Anthony the underwriter 意思就是如果他演 如果他得COVID 我就上场 哦 对 我是他的T 你跟他有点像 they still pay us they still pay us So But the point is 我们 我有机会 因为那个工作 跟他 hang out 好几个礼拜 在Las Vegas 我们在Las Vegas拍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天天都在都在一起 然后聊天 然后聊电影 然后聊我的热爱 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喜欢写剧本 然后那时候他才说 那你剧本给我看 你看到你好 you know pretty good or not 我就给他看the hike 然后他就说 It's not bad 然后他才想到说 有认识你 The point I'm trying to make is that 你不知道你会认识谁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需要热爱这个东西 如果你热爱这个东西 人家就会看到你的热爱 人家就会看到你的热爱 那我们都是human beings 所以我们有empathy 那 from empathy We look at this person he loves that thing It's too hard to say No you can't have what you love It's too hard The reason why you're alive is to love something to love someone to love whatever That's the whole point And Anthony saw that I love making movies Passion But I don't have you know a way of doing it That's when he said Oh I know someone Let me help you out And from one thing led to another 我们终于拍出一部片 Right 一直走到今天 我们拍两部片 So You have to love it And just trust your love will take you to a good place OK 在这方面呢 我们给留一个话 留一个话头 Yeah 我们都是热爱电影 对 但我们有没有思考过一件事情 是 电影究竟是什么 嗯 这个是个好大的问题 电影究竟是什么 我们留给大家 也一起来想一想这个问题 或者也许你已经有答案了 那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下一回一起聊 对吧 咱们自己兄弟 我们下回我们focus on 一个topic 我们再聊一下 这个我们的话 我觉得我都不太想停 现在我的视频是越做越长 20分钟 30分钟 40分 聊天 然后加算他的音乐 OK 现在唱起来 你有想好给我哪个音乐吗 想好你现在来一下 然后我 现在来一下 就在后面 OK 快说吧 这一切 就在后面 这一切 我 这一切 就在后面 我 我 快说吧